大家好,又係我星星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現在出去燒烤宵夜食都相當困難 甚麼時候都要教朋友 朋友家裡有燒烤,當然是去燒烤 剩下很多東西 又有一包類似金菇的物體 就和大家拿飯出來吹水 一般燒烤都會有雞中翼,豬扒 今天就不吹,不吹這些 很多時候我們出去煮都會煮一些石子 包著蒜蓉牛油、雜菌等等 這類型的雜菌都有相當多吃法和用途 看看裡面有甚麼品種 有些金菇,大部分都是金菇 它本身都塗了少少牛油上去燒烤 我們先放在一邊 首先我們先量一下米 這次我們用煲仔飯的形式去做 但我們不是用煲仔,而是用西式的烹烤去做 首先是米,約300克左右 我們要先量一下 我們習慣煮飯,也要先洗一下米 輕輕的沖一沖 都是我們的習慣和習俗 現在的米,多乾淨也好 我們也要洗一下米 我們量水就很簡單 這麼多米,就這麼多水 就差不多 因為明火煮,類似煲仔飯 我們也要看看材料 這些菇本身也有少許水分 這次這個就差不多 做這些雜菌匯飯 我建議大家買一些白菌 或者一些新鮮冬菇 或者這些小小的冬菇 都會比較香 做出來的 反而這些金針菇 配肉類吃就會比較好 但現在不要緊 做了,我們就按照這個方法去做 萬事俱備 就指鹹東風 我們先把火放開 燒熱一下 鑊熱一下 鑊熱之後 我們就加了少許牛油 然後我們調大火 把所有雜菇都放進去 輕輕繞一繞 讓它的牛油和菇 還有少許蒜味 讓它的香味釋出 如果喜歡吃肉 可以加少許蒜片煙肉 放進去 爆香才再炒 都可以的 因為這些金針菇很快熟 我們炒一炒 讓它的菇 有菇青味 等它炒出來 放進去一分鐘 然後米就可以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讓米吸收一下 牛油 菇的味道 還有炒香的米 你的飯做出來 就會比較好吃 類似一些 生炒糯米飯 有少許完美 做這些 類似西式的 飯 西班牙海鮮飯 都有好幾種不同的食法 我們可以炒一下 可以炒一下 可以炒一下 這個時間 我們要放一點味 主要味的來源 就是黑椒 和鹽 放半茶匙的鹽 再炒幾下 可以炒一下 這段時間 涼了水 現在我們就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動去 等它完全滾起了 我們就調小火 接著就蓋蓋 我們要煮 12至15分鐘 務求 讓它收到水 不要大火 小火 接著燈心火 慢慢等它煮 用這些熱結鍋 因為底部比較厚 所以 煮煲仔飯 會比較容易 相對而言 相對而言 因為鍋底的舊口 受熱均衡 比做煲仔飯 它會比較容易掌握 不難做 而且 簡單調味 相當好吃 我煮的 我都說過很多次 做素菜類 鮮味的來源 可以來自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豆類 第二就是菇類 做這類型的香菇飯 也是煲仔飯意外的 其他選擇 大約八九分鐘 可以看到 大部份的水分已經收了 我們還是保持小火 我們還是要等到12分鐘 弄一下弄一下 很多網友都會說 我經常說簡單簡單 其實煮這些飯 都是不簡單的 當然 如果你再想簡單一點 你可以剛才蒸都可以 放些米 放些水下去 隔水蒸 蒸35分鐘 這樣就比較容易掌握 用明火去煮 始終要控制火路 滾水計 煮了約13分鐘 這段時間 我們就關火 可以煮到15分鐘 可以煮到15分鐘 最理想 放在一邊 現在就處理其他食物 先用中火 慢慢把煎餅燒熱 然後再放適量油 首先我們先處理雞翼 這些雞翼 都醃好 但是放在密實袋裡 有時候醃料的汁液不均勻 現在就放在密實袋裡 插一下 又不會弄髒的手 然後我們逐隻 然後我們逐隻逐隻 放進去 這樣還是調到中火 讓火盡量集中在中間 那我們的雞翼 就放在旁邊 慢慢煎 煎封這些雞翼 都一樣 放進去 就不要動它 讓它煎封在一邊 有少許糯面 鎖住一邊肉汁先 這些雞翼 都是外面一些公司買的 它預先醃好 如果我們不知道 雞翼本身的味道 或者醃料是怎樣 我們就盡量不要太大火 我們就慢慢煎 因為這些熱碟鑊 它有樣好 它又不會很容易黏底 這樣 我們就放進去第一隻 反一反它 看它夠不夠色 都差不多 可以反光 反煎了之後 我們還是保持著這個火爐 這些雞翼 每邊煎它三分鐘左右 就可以了 用什麼火呢 都是中細火 火力集中在中間 這樣雞翼放在旁邊 它受熱 它就會較為均勻 這樣至於這個飯 還在焗 甚至乎你做這個飯 你都可以預先煎到雞翼 七至八成熟 這樣倒在雞翼 先再炒雜菇 再炒米 這樣 這樣 倒點飯差不多都可以了 先放雞翼上去焗 也是可以的 反轉了煎到它有兩分多鐘 現在兩邊再煎一煎 再拿回金黃色 這樣就可以了 很簡單 這些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吃 或者有些長者的老人家吃 真的怕它不熟 這段時間就用蓋子吸一吸 吸一一分鐘 讓它中間骨都熟透 一分鐘就過了 這樣就可以了 看一看 煎得多漂亮 雞翼起了之後 放在一邊 繼續處理豬扒 豬扒 我們也是這樣 先擦一擦 我們不需要再下油 因為熱潔 咦? 弄點排骨給我 豬扒 我們盡量骨那邊放在中央 放在中央 放在中央 保持中小火 把它慢慢煎 煎豬扒也是 要鎖一邊肉汁 有很多網友 或者有些同行師兄弟 問我們星星 為何我們在外面做的豬扒 經常都這麼乾 我問你怎樣做 沒有 我來一個 放在炸爐裡炸 整塊放在炸爐裡炸 炸到它乾就必然 因為炸爐的油溫會比較高 通常做這些豬扒 我們都是在炸爐裡煎到豬扒 約八成左右 然後都有訂單 或者煎到豬扒八成左右 煎了兩分鐘左右 煎了兩分鐘左右 可以翻了一塊 不用急著煎得幾好 反而這塊排骨真的要慢慢煎 它就會比較難熟 煎得幾好 煎得幾好 反而這塊排骨真的要慢慢煎 它就會比較難熟 那塊排骨會比較難熟 煎了幾分鐘 煎了幾分鐘 怕它不熟 就出絕招 蓋一蓋它 如果還怕豬扒的骨位不熟 現在就炸一點酒 讓酒產生一些酒的香味和水蒸氣 讓豬扒焗一下 然後煎著生一塊 一分多鐘 煎酒也蒸發了 按一下 基本上它已經煎成縮 煎豬扒已經熟 再翻一下 豬扒差不多可以了 然後海骨要煎一下 這些煎的也差不多 可以了,先起一塊細的 這些都可以了,起上去 排骨每面都給它煎一煎 會怕它不熟,又出絕照,加少酒 又焗分多鐘 排骨正在焗,現在就看我們的飯 焗了約15分鐘,現在就看一看 排骨差不多熟水了,可以熟火 現在可以給大家看看 漂亮嗎?現在已經很香了 菇味全部都出來了 好,那我就 撕起一碗,有沒有黏底?煮得多漂亮 撕起後,淋上桌前,再加些鮮牛油 把牛油放上去 因為這些牛油,我們放了兩次 第二次的牛油就最香 一個豬扒雞翼香菇飯 這樣就起了 淋上去之前,又把牛油放上去 這個牛油才是主角 這個蔥米的牛油香菇飯就呈現眼前 豬扒雞翼,排骨還在焗 焗多一會兒 如果喜歡吃香菇飯,可以給我一個Like 我星星,喜歡吃豬扒怎樣? 參考我職人吹水,醃豬扒,醃雞翼 自己都可以簡單醃製一下 如果喜歡吃排骨,麻煩你交給我頻道會員繼續吹水 香菇飯就在這裡 那我就先吃飯,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分享,拜拜 今天就先吃飯 你一下子,自己支援 我先吃飯 請食料